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要跟大家聊的字就是空这个字 天下的水流没有比海更大更宽阔的了 因为它把自己放低 无数的河流的水不断的流向大海 可是大海却始终不会满出来 其实人也一样 懂得虚怀弱骨才能不断的成长 就像一个瓶子的瓶盖 如果被拴紧的时候 不论我们试着倒入多少的水 都无法为瓶子填满水 水永远都装不进去 南影是日本的一位禅师 有一天 一位当地的名人特地来向他吻禅 这位名人喋喋不休地说着 南影禅师则是默默无语 以茶相待 南影禅师将茶水注入这位名人的杯子时 满了也不停下来 反而继续往里面倒 眼睁睁看着茶水不断地满出杯外 这名人着急地说 已经满了 不要再到了 南影禅师说 你就像这只杯子一样 里面装满了自己的看法和想法 如果你不先把杯子倒空 叫我如何对您说禅呢 听完之后 这位名人顿时恍然大悟 还有曾经有一个满怀失望的年轻人千里迢迢来到寺院 对住持说 我一心一意想要学画画 至今还找不到能令我心满意足的老师 住持笑笑地问 您走南闯北了十几年 真的没有找到满意的老师吗 年轻人深深叹了口气说 哎 很多人都是徒有虚名 见过他们的画作 有的画作甚至不如我眼 住持听了淡淡的笑说 既然施主的画迹高过这些名价 可否请您为老孙画上一幅留作纪念 说着便吩咐了小沙迷取了笔墨 燕和一叠宣纸 住持说 您能不能为我画一个茶杯和一个茶壶呢 年轻人听了立即拿起笔 自信满满地说 这太简单了 年轻人寥寥树壁就画出了一个倾斜的水壶 和一个造型典雅的茶杯 那茶壶的壶嘴正须须吐出一抹茶水来 注入到那只杯中去 这幅画您还满意吗 住持看了看 微笑地摇摇头说 您画得确实很好 只是把茶壶和茶杯的位置放错了 应该是茶杯在上茶壶在下 年轻人听了笑着说 大师您怎么那么糊涂啊 哪有茶壶往茶杯注水 而茶杯在上茶壶在下的呢 住持听了笑笑地说 原来您懂这个道理 只渴望自己的杯子里注入那些画画高手的手名 但您总是把自己的杯子 放得比那些茶壶还来得高 想明又怎能注入您的杯子呢 年轻人想了很久 总算领悟助持的所言之意了 据说美国大政治家 她也是科学家的富兰克林 年轻时曾经去拜访一位长辈 但当她的脚才刚跨到长辈家的大门时 由于大门实在太低了 所以富兰克林的头不小心撞到了门顶 痛得她是头貌惊心娃娃打叫 那位长辈帮她摸了摸头说 是不是很痛啊 没关系 这就是您今天来看我最大的收获 记住您必须长低头才不会撞到头 富兰克林听了这句话之后就铭记在心 从此带人更加谦虚有理 前功为怀 最后成为美国最有名的政治家 也被许多学者称她为 美国的圣人 美国革命之父 老子曾说 不要自以为是 反而会受到别人的肯定 正是因为不自夸 别人反而会抬高你 由于你的眼里没有自己 别人才会重视你 不炫耀自己的攻击 别人反而会赞赏你 不夸耀自己的才能 别人反而会尊敬你 就像那些越成熟的倒碎 头就压得越低 只有败岁才会迎风招展 趾高气扬 人其实也是一样的 一旦志得意满就难有进步 人很容易不自觉的就犯了自傲的毛病 不少人在同一个工作岗位工作了一段时间 就会觉得工作起来相当的假倾旧熟 这是熟能生巧 但要是因为这样就忘了初衷 甚至认为别人说的话 做的事都不如自己 那就再也听不进别人给的建议 更别说是自我进修了 其实当一个人自以为已经学得够多的时候 才正是应该要虚心学习的开始 你说是不是呢 现在我们休息一下 等等跟宗翰一起自助旅行 看看空在英文里有哪些相关的片语 千万别错过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